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1日至2日 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7543亿元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5.5% 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前两天 全国邮政快递业供满收快递包裹4.94亿件 同比增长26% 投递快递包裹近5亿件 同比增长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奋斗正青春》2021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将于5月4日晚黄金时间在央视综合频道等平台播出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3日16时 中国电影五一档总票房突破10亿元 并呈现出继续上扬趋势 2日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罗坎镇奥田村下坝采石厂突发山体垮塌 一人遇难 两人被掩埋 目前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 据国家卫健委消息 截至5月2日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亿7533.8万剂次 据河南省三文霞市消息 河南发现一例境外输入的 确诊新冠肺炎治愈复养的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 密接者已全部集中隔离 3日 山东健康宝全新升级 接种完成两针新冠疫苗的人群可升级为金色健康码 台湾华航机师及防疫酒店群聚感染持续扩大 确诊者已经有24人 且重症患者比例偏高 旧 青岛海域两艘外轮发生相撞事故 山东海事局三日通报 已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初步分析为值班船员物中疏忽瞭望所致 在3日举行的2021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即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中 徐家瑜在男子100米杨勇决赛中 以52秒88 连续第8年摘金 旧 西安低哥猝死车内仍被贴罚单 一事 陕西西安警方2日通报称 正在开展善后处置工作 执法警务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旧儿童踢坏影院营幕一事 广东东东莞警方3日称 已联系上涉事儿童的监护人 正引导影院和儿童监护人双方妥善解决问题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当地时间3日晚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接种中国国药新冠疫苗 印度卫生部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单日新增死亡病例3417例 累计死亡218959例 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和东部奥里萨邦宣布 将分别实施为期7天和15天的全面封锁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3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俄罗斯将会采取措施逐步脱离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 日本靖岗县5月1日遭遇暴风袭击 靖岗县政府通报 截至2日晚 暴风已至三人受伤 超百栋建筑受损 据悉 韩国政府将在本月4日和7日各安排一架包机 从印度撤回韩国公民 当地时间3日 阿联酋迪拜至沙迦的道路上发生34车连环相撞事故 致死人受伤 迪拜警方称 当天迪拜部分地区大风刮起了沙尘 并伴有降雨 能见度降低 恶劣天气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我们下期再见 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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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